有哭過嗎 有一次是 有一次是那個 因為要露 我覺得那個露是 我比較沒有心理準備的 是被黃軒 然後拿筆在我身上畫 那個開刀的位置 但是因為拉的有一點點低 我覺得這個我沒有心理準備 大家請看一下在這個位置 哇 就比基尼線的位置 有點接近港邊 接近接近 然後那時候導播說 就真的要拉到那邊 的時候我有一點點崩潰 我心想說 為什麼我們要真的拉到這麼低 然後這個是能播的嗎 這為什麼沒有先告訴我 讓我有心理準備 然後我下去的時候 其實我是邊下樓梯的時候 眼淚邊掉 是 因為我想說 每天都已經這樣子了 然後現在我還要身體漏這樣子 後來還好 因為那個經紀人有發現說 我的情緒有一點點波動 他就來說來討論一下 就是怎麼樣 然後後來導播就說 等一下會清場 然後會怎麼拍什麼之類 保護措施有做到 我會覺得心理比較平復一點點 然後就像姐講的 反正我們今天在這邊 就是把工作做好 然後調整了一下心情 然後就回去工作 其實我拍這種東西 我都已經有些心理準備跟經驗 所以通常在拍這種東西 不管是什麼 跳樓 跳海 撞車 我都不會開玩笑 然後那天是一隻狼狗 然後那個教練說 我這個是拿過世界冠軍的 我想那應該很聽話 專業訓練 然後他說 你就拿這個東西 這是他的玩具 你放在你那個口袋裡面 他就會對你叫 他就會聽你的話 對 因為那個戲是要拍他咬我嘛 我也是受到報應 對 可是呢 他真的就往這邊咬 他才咬到玩具對不對 他咬他的玩具 然後咬到之後呢 當我感覺到痛的時候 他的教練 他教練已經跑進來了 就先把他拉開 那拉開的時候 我以為只是 你知道因為很大一隻 我以為只是 嘴巴會去碰到而已 結果等到我拍下一個鏡頭的時候 攝影師發現說 洪洪哥你怎麼流血了 我說巴還在啊 天啊 天啊 你是也不用 是喔 然後他的下面那個牙齒還在這邊 Oh my God 對 所以他這個位置有一個洞 上面有一個洞 兩個洞啊 兩個洞 你都不痛喔 就是當時在拍的時候 對 然後等到那個褲子已經剩血出來了 我才覺得 我才覺得 因為其實你剛受傷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痛 但其實我想說的是 這也是八點檔演員 這個大家比較不為人知 八點檔演員我覺得 很棒的是 都知道可能今天派明天就要播 對 然後都知道大家都沒有休息 所以我們能夠吸收 能夠接受的 能夠承受的災難 趕快把它拍完 大家趕快收工休息 我覺得這是 可能看著觀眾比較 不知道 可是背後的心酸 可莉姐自己本身有沒有 你最印象深刻的 其實我一直覺得 因為我們 真的就是個演員 如果你 如果真的很難 比如說要跳樓 我就不是特技演員 你要叫我有三樓跳下去 這種我就會拒絕 因為畢竟有替身嘛 我就會堅持要求 一定要替身來跳 因為我如果出事 第一 你戲也拍不下去了 我家人也沒人照顧了 不只對大家不負責 我就對我自己也不負責 所以我最記得有一次是 要跳海 那我就覺得說 啊 怎麼會這樣啊 對 海耶 游泳池就算了 海更難了 所以那天我就說 不行不行 我一定要替身 我沒辦法這樣子 我最記得是跟陳廷哥 家合萬事興 然後就找了一個海邊 那邊停了很多漁船 然後就在這旁邊跳 然後就 我們就演完 然後就替身跳下去 就替身一上來 一直吐 我想說 怎麼了 兩個一男一女都在吐 後來我說怎麼了 還好嗎 他說 因為那個你知道漁船 停的地方上面 都是油 都是菜喳 都是大便 我的天啊 因為漁船 他們裡面的廁所的那個 都排出來 所以他們下去 雖然在那邊兩個人演完 上來就開始吐了 好辛苦 然後我就心裡覺得很對他 就覺得很抱歉 因為那個本來應該是我 所以我就非常感謝他們 非常謝謝替身 為我們做了很多 這樣比較辛苦 他們也很辛苦 我有一次是玩 拍下水的戲 那時候是跟王語杰 跟那個秀文杰 就是那時候張正浩 最有名的就是 媽媽跟女友 掉到你要救哪一個 那時候是 好像是十二月一月那時候 最冷的時候 然後到西邊 你知道到海的溫度 都還不會是那麼冰冷 那個吸水是 哇 是冰的 我那天穿了防寒衣 然後裡面還在包了那個 保鮮膜 隔絕那個水的溫度 哇 沒辦法 那一下去 整個就是動到受不了 那因為他的吸水 其實大概就這麼高而已 我們要假裝是在裡面 真的在游泳 因為這麼高而已 所以我們要假裝 就是很用力 所以你會一直過度換氣 一直在那邊游 然後後來導演就說 好 阿公你先上岸 我們先拍別顆鏡頭 那一上岸完蛋了 泡在水裡面就算了 一上岸 放在吹就受不了了 他們很貼心的 還準備了一爐那個 烏炭燒火 就是讓我可以 保持溫度取暖 我就在那邊 你就太冷了 我就一直待在那個旁邊 離不開 你知道就太冷了 就冷冷冷冷冷 你知道我後來突然 導演說 大概過了半個小時 阿公他要拍你 你知道我一站起來 我是直接暈倒 我後來發現 為什麼我會暈倒 為什麼 我在木炭旁邊待太久 喔 氧氣 喔 氧化碳 氧 好醜 我是真的 這很危險耶 真的差點就 掛掉 太可怕 所以真的要注意 這種拍戲的一些細節 安全 我跟強哥差不多 但我的是在海邊 然後那時候是 也是一家團員 剛剛開拍的時候 我們就要下水 那天剛好寒流來 我那時候對於寒流下水 這個東西還沒什麼概念 我只知道他們說 要包保鮮膜 我就在那邊捆捆捆捆捆 那時候他們還有請那個 水底攝影 然後他們也是穿防寒衣 可是我們拍超久 因為那天真的太冷 然後又有點微下雨 拍到後面 我就是整個都是失溫 因為他們會給你喝那個薑茶 那時候你不管喝什麼 都沒有用 我是直到後面已經 臉色發白了 然後他們就說不要拍了 趕快上來 我們就上來 那時候我覺得 最有效的一個 讓我身體暖過來的方法 就是他們燒了一桶熱水 那是燙的熱水 倒下去你真的會覺得 我身體有一點溫暖 人回來了 對 我們就趕快去隔壁 借那個洗澡 你知道我當下是整個傻眼 我是坐在地板上 然後手一直這樣 一直這樣抖 抖 脫那個衣服 然後我瞬間就會覺得 天啊為什麼 為什麼一定要在這麼冷的時候 下水你知道嗎 然後我都覺得好可怕 然後我一直待很久 然後用那個熱水燙了 就是沖了很久 我才整個有點回聲過來 你說 我的也是一樣很恐怖 下海我就覺得很恐怖 我原本想說 如果在湖裡面的話還好吧 對 或是游泳池都還可以 對 就是比較安全的一些 對啊 然後那次 有點水性不好 對 我水性不好 是喔 但是呢 那個其實那個湖呢 其實沒有很深 對 我下去是可以踩得到底 但是那個頂呢 是泥泥地 然後那次導演有要求我 我要溺斃 溺斃之後 必須要 沒有涟漪 就要在那邊憋氣一陣子 對 而且重點是 你在下去溺斃的時候 你要先把氣吐掉 他要看到泡泡 他 還真的沒氣 然後到沒有氣 沒有氣之後他 要 我也沒氣了 沒氣了 大學就說 你可不可以再久一點 因為她要讓她離開 一段的距離 我必須閃下面這一段距離之後呢 我還不能去伸上去 然後啵啵完畢之後 在下面就想說 差不多了 當我覺得 已經可以的時候 想要上來的時候 原因是因為 我想要起來 但是 好危險喔 而且啊 我想要去掙扎 想要去撥的時候啊 旁邊都沒有東西可以啊 沒有東西可以起來 好可怕喔 然後最後 當我已經開始 有開始昏迷的狀況的時候 是工作人員幫我拉起來的 那 那時候我第一次覺得 有人身跑馬燈經過 而且 絕對會失禁 失禁 會失禁 就是當你已經覺得 你已經要往生了 那個時候你已經沒有 你已經知道你已經無救了 所以你那時候有失禁 有失禁 但我在水裡面 所以感覺不出來 等一下 但是這個湖真的很危險 我曾經有一場戲 我最記得那時候我是跟芳欣 然後是在類似東湖的那種水 那就覺得很安全嘛 然後要下去 他們就說會不會很深啊 然後工作人員就說 那個不深啊 那個可以啦 然後就說芳欣就堅持說不行啊 你試一下 然後他們就拿一根棍子說 你看啊 這麼淺 那麼淺 對啊 就下去了 你看如果沒有試 下去了就是芳欣 通常都一定要有一個工作人員 自己先下去去試 對 真的很危險 很危險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 旁邊看淺淺的 誰知道再隔兩步下去 是多深 是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防護措施 還是要做 被講機車都沒關係 對 安全真的是比較 要保養 拍八點檔還有一個最特殊的一個生活模式 就是 大家都說拍八點檔沒時間睡覺 沒錯 我本身 我覺得你們以前 洪文哥跟可麗姐 以前在拍的時候 應該有那種 我聽過什麼 七天沒睡覺 現在 各位觀眾朋友 現在比較沒有那麼 對 恐怖了 現在好多了 但是我本身就有經歷過一個 我覺得 其實睡不睡覺 我覺得倒還好 是那種 劇本一直來的那種壓力 你知道 我今天好不容易 從早上六點 拍了 大概過了二十三 二十四個小時的時候 我覺得我要收工了 就 新的頒表跟劇本來了 我覺得我要休息了 結果我一看到明天的東西 說是明天 其實就是一個小時候 我六點收工 然後我七點的班 我根本沒有時間睡覺 那就算了 但是你看那個本 就是滿滿的 然後台值是滿滿的 你知道那個時候的 我會有一種 你剛剛講的是跑馬燈 我會有另外一個 想法出現是 我好想一台車過去 我是不是可以這樣過去碰一下 我就 對不起 我受傷了 我要 因為你會想逃避 後來會比較好一點 後來因為有COVID-19 你不用去讓車撞 你就要兩條線拿出來 對不起 我欠騰 我欠騰 我不是這樣